大家好 在上一节课程中呢 我们给大家简单介绍了 Hello World的写法 在这一期课程中呢 我们要给大家介绍 Express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路由的概念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路由 是由什么来组成的 我们在这个文件夹中呢 建一个路由的这个folder 然后在下面呢 我还如 我把所有的API 我要讲的所有的API 都会写在这个API这里 这就是我们的讲义 路由呢 的关键用法呢 其实也就是一句话 像上一次讲的用字一样 我们第二个就是 app.verb 这个verb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动词用法 比如熟悉那个rest 形式API的同学 相信不会陌生 这个verb呢 然后呢 verb呢 包括 get post put delete 所以其中呢 我们最常使用的便是这个 get和post 好 知道verb包含什么之后呢 这个verb包含什么之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pass pass呢 跟之前呃 讲的这个APP 呃 用字之中的pass一样 就是路径 就是你本呃 本路由要监听的路径 路径在哪里 这个路径呢 可以是一个绝对路径 就是我所谓的string 也可以 或者 或者 or 是一个regex 就是regular expression 就是正字表达式 它 也可以是正字表达式 也可以是一个简单的 简单的字符串 另外呢 就是callback callback呢 是可选的 是可以有无数多个 然后在这个callback 无数多个callback函数之中呢 呃 要想执行下一个callback函数呢 我们需要调用 呃 我们在这边写一个呃 信号吧 我们需要调用next来执行下一个 就next函数 呃 类似于我们之前的这种形式 然后还有一种形式呢 就是呃 加个信号 加个信号 next 如果中间是有router的话 是有一个string 一个字符上router的话 它就会执行下一个verb 不是执行下一个callback函数 呃 这样 所以这个callback函数之中呢 第三个 每一个分 每一个callback函数的第三个 参数呢 就是这个next函数 这个next函数 传入不 不传参和传参的时候呢 呃 意义是不一样的 呃 我的意思是 传入router这个string作为参数的时候 跟不传参的时候 意义是不一样的 这一点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我们不浪费时间在这个 呃 定义上 我们带大家直接去看code 在router routing这个folder里面呢 呃 类似于hello world 我还是建了一个packet.json 然后它的name是router 然后它有一个主文件 index.js 是咱们今天要写代码的文件 像往常一样 我还是先引用了express 然后实力化一个app 然后把app最后一句话 是把app监听在 呃 localhost的1234这个端口上 这之中呢 我们就要调用今天我们呃 讲到的这个function就是这个 app.verb 我们先用get 然后get我们先从 呃 这个跟路由开始 呃 第一我们先只传一个参数 就是function 呃 第一个参数是request 第二个参数response 大家需要非常熟悉 第三个参数是next function 然后呢 我们呃 先console log一个 知道这是第一个回调函数 然后我们呃 给response.send一些东西 send一个hello word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段代码的意义 啊我们来同样nodeindex来调 来启动这个server 然后我们到这个 呃 localhost 1234 我们可以看到hello word 呃 并且在这里可以看到log的1 说明啊 这段代码起了作用 呃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情况 有两个回调函数的情况 啊 为了节约时间 我直接复制上面一段代码 然后这边log2 这边呢 就不能给它传回参数了 然后这边的按理来讲呢 像我刚才讲的我应该调用这个next的函数 让它去执行第二个 可是呢 我如果不调用它 看看会产生什么效果 我对于nodeindex 把它关掉 重新来一次 localhost1234 看 大家注意到 我一旦不调用这个next 它就永远的卡在了 永远的卡在了 啊 永远的卡在了1这里 就是永远没有进第二个回调函数 所以说我必须得显示的调用next 它才会进入二 第二个回调函数 并且执行第二个下一个回调函数的逻辑 以此类推 我就不在这里多讲了 再来看第三种情况 刚才我讲的这个第三种情况 就是用next来调用 一个传入一个root的字符串参数的情况下 也就是它会启动下一个路由 get 同样是 我还是复制一下 以节省时间 这边呢 我会log3 log4 在这边呢 我也不传了 我如果不传任何参数的情况下 大家看一下什么效果 我在这边nodeindex 我重新开一个页面 我们看到了1和2 说明它执行到了1和2 但是永远停在了2 没有去执行3 为什么呢 因为2呢 第一个路由呢 它卡在第一个路由的第二回答击数之后 在这个之后呢 没有去显示的调用 告诉我 Express需要去调用第二个路由 所以呢 在这里 我们需要调用next的 第二root 去让它执行到3 重新启动一下 我们刷新一下 就可以看到1234 并且看到了 HoloWord 同样的道理呢 如果我们在之前 就让它执行到 执行next route 把这个行动 common掉 我们就看不到2 我们只会看到 只会看到 124 刷新 134 只会看到134 并且看到了返回 也就是什么时候 调用next route 它就直接跳出 本router 本 就是这个app.verb app.get 跳出这个 大逻辑块 之外 就去执行下一个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正则表达式的情况 正则表达式呢 也是用app.verb 这里我演示呢 都用get 因为get比较好用浏览器 这个 来演示 但是post呢 是大同小异的 大家回去自己 就可以 自己练习就好了 我还是写get 这边呢 我需要写一个 正则表达式 这边我预先 编写好的一个 正则表达式 然后呢 function呢 回调函数呢 我直接copy一个过来 这边呢 我需要console.log 是5 然后 我会写 this is a mobile phone number 好 这个正则表达式 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我预先写好的 就是说他从这边 我少写了一个 起始于跟目录 跟目录符 也就是这个斜杠符号 跟上面一样 但他呢 接下来是一个mobile mobile这个单词 也就是手机号码 手机 然后之后又一个斜杠 然后是一个1 又跟着实位数字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类似于 他就会匹配 类似于这种13803401234 这种号码 大家要注意 手机号码全部是1开头的 后面跟着实位的任意数字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18几了 或者185之类的 所以我就不多做其他的匹配了 然后我会console.log是5 然后this is phone number 我们演示一下我们启动这段程序 测试一下 就是1234还是会走到hello world的 如果1234后面跟的是test 就会写can not get test 因为我们没有给test写任何路由 他走到这里 走到这里 发现走到最后走完了 都没有找到符合test路由 我们如果这边给他写mobile呢 是不可以的 因为我们这边这个 这个规则这个路由的规则呢 是mobile后面必须跟10位1 mobile后面必须跟1 跟一个slash跟一个斜杠 再跟一个1再跟10位数字 也就是我们跟一个1 再跟一个实位数字 1234567890 这种情况 他就会认为这是一个mobile phone number 就会匹配这个代码 我如果多写任何一个字符都不会匹配 因为这是一个正则表达式 好 这就是正则表达式的 呃 在呃 这个路由之中的使用方法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第4种使用情况 第4种使用情况也就是 呃 其实是那个这个 express这个路由呢 是可以传递参数的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 以后就会经常使用到的 同样是app.get或者post任何一个动词 然后在第一个参数 pass的参数中呢 我们其实可以呃 传递一些参数在其中的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在日常的开发中呢 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呃 举一个例子就是 呃 比如说 呃 我们在最后一节课呢 我在这边这个readme中会讲 我会教 教大家使用express.js写一个to-do list 所以我这边就用to-do list的一个例子 就是localhost1234 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出现list 就是我们现在有一堆list 呃 某一个list呢 下一个参数呢 就会出现list的名字 比如说这个list 呃 这个 to-do list的list的名叫hello world 呃 我要找到这一本list 呃 该怎么找呢 呃 该怎么 怎么知道这个参数是什么呢 我在这边是可以这样写的 呃 list 下一个传进来的参数就是 呃 比如说list name 我可以写任何东西 我只要在这个冒号后面的内容 都可以当作一个参数 然后呢 同样是一个callback函数 将在这边写到的 我在这边console log6 呃 便于大家可以看到是6 呃 呃 就是 你需要定义一个参数 其实不需要定义了 呃 我在这里为了演示方面的listname等于 它一般是存在request.params.listname this is 加this name 好 我重新启动一下server 这样呢 我重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大家可以看到this is hello world 就进了这里 呃 从request之中呢 我可以取到这里传的这个参数 呃 我们在hello world之下呢 我们还可以有它的 比如说第一篇list 呃 第一篇 呃 to do 呃 的名字 比如说它的第一项 呃 第一项内容 第二项内容 这边还可以传一个数字 呃 就是 呃 我还可以再写一个路由 就是传两个参数进来的情况 就是listname 下一个是id 嗯 id等于request.params.id number 呃 加空格 然后 加id 再加 空格 off 空格 好 呃 这样呢 呃 这边就是7 好 让大家看一下会是什么情况 this is number 2 of hello world 也就是就是hello world的这一本list之中的第二个呃项目 第二个item 呃 或者我在这边最好写成不是number itemr this is item itemr of hello world的这本list 大家看是进来的是7而不是6 因为新的一个路由是更符合更符更匹配这一个路由 而不是这个路由因为这个路由到啊 list name就结束了 这个呢后面还有一段新的内容 呃再看过这个呃 船餐的路由的使用情 呃使用方法之后呢我们回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就是我们将要实现的这个to do list 用express.js来实现to do list 这边呢我举例子特别是重复了这两种情况 那大家注意到我们会经常使用到这个list name这种情况 呃因为比如说在这种情况我们会显示一个list 我们显示本list的里面所有的所有条目 呃在这种情况呢我们会显示这个条目之下的内容 呃所以呢这呃我们每次呃 调用这个方式有这个list name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去做一个validation 去做一个呃合法的合法性检查 检查这个list name现在在当前这个呃数据库里面存不存在 也就是每次都需要重复这样的逻辑呃那么呢这样 在这在我们现在已有的这种方法来实现是可以的 呃比如说我们在这边呃编写一个呃 check 呃 check 呃 validation check validation function 呃比如说function是check validation 呃里面做一些check checking 呃会return return 呃会return 比如说一本list 呃现在return一个空空的object吧 呃空的show组吧 呃在每次在这里面都调用check他当前是validate 如果不是validate的时候return什么东西 如果是validate的时候return return当前的这一本list的这个object 这是可以的 但是呢还有更好的一种方法 这个方法呢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三个 他跟这个verb呢其实连线紧密 第三个就是app.param 呃然后之后是他的这个param就是这个参数的名字 然后后面有他的callback function 呃在这种情况下呢 呃我们怎么使用呢 给大家演示一下大家就知道不太好讲 啊app.param 我们比比说比较常用的是这个叫一个叫list name的的参数 这边我们都用了list name把它定义在前边 呃这样在看到list name的时候 他就会呃自动调用这个callback函数 呃这边呢呃同样呃跟这个callback一样是有这些参数的 只不过呢他还有第四个参数就是这个list name 就是传进来list name 呃我们 呃我们 呃这边console log log 呃 list name 呃或者叫param 那大家知道这个函数被调用过了 然后呃我会去去看 并且会console点点log log log这个list name 让我们知道现在当前的list name是什么 并且呢给这个request 点 呃 点 比如说我们 呃经过validation 经过中间加一些逻辑 呃我们找到了这一本list 呃所以我们就可以给request的点list加一个object 呃比如说它里面有呃第一个参数 第一个是第一个item是item1 然后之后item2 它有两个item 好的 这样呢 呃这边是do something 就是找到这一本list 我们可以找到了一个list 从db搜索的list 呃把这个list直接付给这个request的list 但所以呢 在这里面 在这个里面 我们就不用亲自去呃参阅这个params的list name了 我们就会直接会有 啊 我们可以response 或是 比如说 呃 s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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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 呃 呃 呃 传传一个list 冒号 然后 加一个 呃 把这个list冒号 然后再加一个 比如说request their list 因为之前我们这边复制的是list 不是在是itemlist.join 用空格来join 这就把所有list都显示出来了 这边我们加一个反写-n 也就让它换一行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this is item 我们就可以写 因为我们有了id了 就是我们就可以直接输出当前的item了 就是request 不是request 是request doest.list 因为list是一个array 我们就可以输出list id 好 我们重新启动一下这个server 在hello world 这本list 下面的第二个是什么 我们就可以看到 现在我的程序呢 是卡在了这里 为什么卡在这里呢 大家看这个调试参数 刚才我故意输出的这个params和这个hello world 说明它停在了这里 为什么会停在这里呢 因为这个param这个api呢 它在这个路由之中的作用呢 其实也相当于是一个中间键 也就是执行过这个之后 再去执行其他的中间键 再去执行其他的handler 或者其他的callback函数 是一个意思 所以呢 这边呢 也会像其他的callback函数一样呢 我们需要调用这个next 才能让它继续执行 我把它存一下 我们重新启动 我们再调用这个函数 要不再调用这个ul 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看到 刚才这边呢 又出现了一个小错误 就是我这边调用了2 但其实呢 这个list是没有这个2这个项目的 所以这边其实是item2 item2 它是1 它是0 这样呢 我们存一下 重新启动一下 再刷新一下这个酷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item2了 就是说明我们找到了这个id 并且根据这个id 我们在这个里面就有了这个list了 我们可以直接访问一下hello world 看会看到什么 我们会看到整个list list里面有item0 item1 item2 好 这就是其实呢 我们这个id呢 也可以把它拉出来 另外写一个appparam 因为id呢 其实也是经常使用的 在找到list name的时候呢 我们根据id也会去进行validate 如果这个id不存在的话 我们会把它用户呢 radirect转向到一个新的 建立新item的一个页面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讲完了 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 就是这个路由的使用 和之后 专门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比较有用的function 就是ap 这个param 这个function的使用方法 好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呢 我会给他讲 server response 和 还有request 这个object里面 所包含的一些内容 好 谢谢大家 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